每晚八点聆听读者,晚上好,我是薇薇,用声音陪你说晚安。 时隔二十三年,豆瓣评分九点五的经典电影《美丽人生》重映了。 很多人说,这是2020年必须要看的第一部电影。 以前看《美丽人生》以为讲的是战争,再后来,觉得是爱情。 如今到了一定年纪,我看到的全是关于亲情的真相。 在影院重温,笑着笑着,不觉眼眶发酸。 曾经不懂影中意,如今才明白,我们都是电影中的那个小孩。 归东是一个犹太青年,在意大利的小镇上,他经营着一家书店。 和妻子多拉,儿子约书亚,过着让人羡慕的幸福生活。 但在约书亚五岁生日那一天,一切都破碎了。 纳粹抓到了贵多和约书亚父子,强行把他们推上开往集中营的列车。 装满犹太人的车厢里,满是恐惧的味道。 年幼的约书亚问贵多,爸爸,我们去哪儿? 贵多掩饰着胶着,故作轻松地说,你不是一直想去旅行吗? 爸爸给你一个惊喜。 到了集中营,约书亚看见的是一个如棺材一般的屋子, 每个人脸上写满了饥饿、劳累和死亡。 他吓坏了,吵着要回家。 情急之下,贵多向儿子编造了一个谎言,这是个游戏。 像闯关的经验那样,只要不哭不闹,不想妈妈, 不喊着要吃点点心,就可以得分。 率先攒够一千分的人,就赢得比赛。 奖品就是儿子梦寐以求的坦克。 这是一个弥天大谎,美好,却易碎。 为了保护儿子的天真,贵多只能继续撒谎,将这个游戏进行下去。 纳粹军官来下达集中营的规矩,贵多假装翻译, 将军官说的话,胡编乱造成游戏规则。 有纳粹士兵对他们大声呵斥,贵多骗儿子,那是因为人人都在争第一呢。 这里的犯人被迫一刻不停地做苦力,有人受伤,有人劳累过度, 每天他们都在与死神擦肩而过。 但贵多即便站都站不稳,也要兴高采烈地告诉儿子, 自己是在玩游戏,赢了很多分,迫不及待地想第二天继续玩。 集中营里,老人和小孩都不会被带进毒气室,焚尸炉屠杀。 约书亚听说后,害怕地向父亲求证。 贵多却骗他,那都是恶作剧,就是为了吓唬小孩。 贵多不停地撒谎,他的谎言筑成了一道高墙。 外面是集中营的寒冷毒气枪炮,里面是一座象牙塔。 那是直属于约书亚的,无忧无虑的童年。 解放即将到来的那一晚,贵多决意带着妻子儿子一起逃走。 他让约书亚先躲进一个铁柜,并向儿子撒了最后一个谎。 这是最后的决赛,只要不被人发现,我们就赢了。 但在寻找妻子的路上,贵多被纳粹发现了。 当他被枪指着,走过儿子藏匿的铁柜前时, 他知道,小小的约书亚一定正从柜中看着父亲。 于是他装出一副悠闲滑稽的样子,对着儿子做了个鬼脸, 然后大不流行地走出去,夸张的步伐惹得儿子欢快地笑出声。 一声枪响,贵多死了。 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,都始终让儿子坚信, 这场与父亲共度的旅途只有快乐,与生死无关。 人生太残酷,总有悲剧猝不及防的到来。 但即便是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, 这个世界上最会说谎的父亲,用谎言编织成一束光, 在暗无天日的集中营里,照亮了孩子。 我突然明白,所谓父爱,不过是一场精心编造的骗局。 哪有那么多岁月静好,不过是父母暗自扛下了一切。 我看过这样一个故事,有一天,爸爸问刚上小学的儿子。 儿子,你觉得爸爸壮吗? 儿子肯定地点了点头。 那你觉得少林功夫厉害吗? 爸爸又问。 太厉害了! 儿子更加用力地点头。 爸爸微微一笑。 如果我剃成光头,点少林功夫好吗? 太好了! 儿子拍着手,洗行余色。 第二天,儿子看到了光头的爸爸。 那天,是爸爸化疗的前一天。 这世上有一种骗子叫做父亲。 大雨滂沱,他们骗我们会有阳光。 道险祖长,他们骗我们会有坦途。 就像江苏那位名叫周建忠的父亲。 去年的一天,他乐呵呵地跑到儿子跟前,告诉他,爸爸身体有点不舒服,到医院看看,没大碍。 实际上,那一天是周建忠被确诊为癌症的日子。 可儿子周蓬雨刚刚升上高三,正准备迎接最后一年的关键时刻。 为了不让周蓬雨起疑心,他让妻子安心留在家照顾儿子,装作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。 当周蓬雨在教室上课时,父亲独自在医院挣扎着和癌症搏斗,一边担心自己的现在,一边担心孩子的未来。 当儿子心无旁骛地为高考冲刺的时候,周建忠早已因看病负债累累,但谁也不敢告诉,生怕传到儿子耳中。 周蓬雨不知道,命运的狂风早就快把这个架掀翻,父亲像一个骑士将儿子留在身后温暖如初的房间,自己转身,出门迎战。 还有河南那位名叫李志峰的父亲,17岁的女儿李晨喜因皮肤烧伤被送往医院抢救,他却敷衍女儿,说自己工作太忙,没法回来看她。 女儿住在ICU的那么多天,李志峰连一面都没有露过。 可李晨喜不知道,其实父亲此时正躺在楼下的一张病床上,将自己一整条左腿上的皮肤都移植给了他。 李晨喜手术成功的时候,父亲告诉医生,如果女儿需要,另一条腿上的皮肤全给他也没关系。 当女儿一点一点恢复的时候,李志峰每天都在拼命进行康复练习,只希望见到女儿的时候不要被他看出异样。 父亲宁愿做个不露面的坏人,瞒天过海,只为重新再给他一次生命。 上帝欠每一位父亲一个最佳演员讲,他们从没有说过一句我爱你,却为你披荆斩棘,挡下所有的风雨。 内心谎言就像一把大伞,即使在风雨交加的路上,也不让一滴水珠落在孩子身上。 硬死上有一组漫画,孩子眼中最真实的父母,无论父亲是强大是平凡,在我们心里,他们就是如同超级英雄一般的存在。 可我们却都忘了,父亲终究只是个凡人,只不过为了你,他咬着牙昂着头,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巨人。 曾看过一个泰国短片,我的爸爸是个骗子。 小女儿在作文里写道,我的爸爸,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。 在女儿眼里,爸爸很帅,从事西装革履,发型一丝不苟。 爸爸还很聪明,很有智慧,什么问题在他那里都能轻松地解决。 当然,还很大方。 想吃冰激凌的时候,爸爸二话不说就会给他买。 爸爸,就是小女儿的超人。 可爸爸真实的样子呢? 送完女儿上学,他立马转头就跑,气喘吁吁地赶到面试现场,在众多面试者中整理被吹乱的头发。 毕宫毕竟将捡那地上,但面对的又是一次拒绝。 面试完,爸爸又赶忙去打零工,擦玻璃,发传单,扛一袋又一袋的水泥。 累了,只能坐在路边喝口水。 前帮里仅剩几张零钱,给女儿买完冰激凌之后,只能拼命工作到深夜,等候最后的末班车回家。 每个父亲都是世上说谎最多的人,他骗你说不累,可能背后是咬紧牙冠的灵魂。 他说他很开心,可能背后是为了整个家的苦撑。 这大概是父爱最残酷的注解。 成年人的世界都是泥沙俱下,但在你面前,他只会笑着说轻松。 所有的辛苦困顿都被爸爸藏在了心底,面对我们永远是最温柔开心的笑脸。 那个骗你越狠的人,爱你越深。 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,种子会变成大树,高山会变成平原。 美丽人生的片尾长大后的约书亚回顾那段水火的岁月,用成熟的声音说, 这是我父亲所做的牺牲,这是父亲赐我的恩典。 无论什么样的灾难降临,只要生命还在,生活始终要继续,活着就是最美丽的事。 多年之后,他终于明白父亲满天过海,精心布置的骗局,是无声而伟大的爱。 人生或许不算很美丽,但爱能穿越岁月,照亮整个生命。 如果说父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,那么最好的结局,就是听懂谎言背后的前台词。 口是心非也好,强颜欢笑也好,为你千千万万遍。 因为他爱你,远胜过爱自己。 感谢作者冬建范,我是薇薇,我站在原地,等你回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